我今天要講的故事是 傑克與魔鬥 傑克他們家很窮 很窮 很窮 有一天 他媽媽叫他把牛賣掉 賣什麼賣 賣什麼賣 賣什麼賣啊 哎呦 傑克媽媽打傑克的頭 媽媽說 白癡傑克 智障傑克 把牛賣掉 就是要換錢啊 不然要幹嘛 於是傑克把牛牽到財市場 來呦來呦 賣牛 今天賣牛 等一下等一下 你再重新一次 來呦來呦 賣牛 我賣牛 等一下 你肩膀不要這樣晃 來來來 我賣牛 等等 你到底會不會賣牛 我就沒有賣過牛啊 再一次 嘿嘿賣牛賣牛賣牛 你到底會不會賣牛啊 哦 這不是重點啊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要把牛賣掉 換成錢 然後換豆子啊 所以賣牛不是很重要 對啊 不是很重要 但你一直看他這樣講不完 突然有一個老頭子 拿出豆子跟傑克說 傑克啊 我的豆子跟你換牛牛 哦 幹 白癡傑克 至上傑克還說好 愛偷懶的傑克 根本不想賣牛嘛 傑克回家 跟媽媽說 你看 我用牛牛換一顆豆子 媽媽很生氣很生氣 把豆子丟在院子裡 然後呢 他就跑去揍傑克 在晚上的時候 那個豌豆 就像吃了威爾剛 一直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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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傑克在睡夢中 那個巨大的聲響 把他驚醒了 傑克揉揉眼睛 哇 好大的 樹 你想說屌對不對 對啊 然後他爬上樹 看到一個好大的珍寶 還看到巨人 巨人的桌上好多金幣 傑克偷偷把他拿回家 隔天 傑克跟媽媽說事情的經過 媽媽說 傑克 這樣子太危險了 以後不要這樣子做 傑克他又跑上去 偷了一個金雞母 他又跟媽媽講了事情的經過 媽媽說 傑克 這樣子太危險了 以後不要這樣子做 傑克他又爬上去 偷了金素琴 嘿嘿 這次沒那麼好過 被巨人發現 傑克一直跑啊跑啊跑 跑啊跑啊跑 巨人也一直跑啊跑啊跑 跑啊跑啊跑 傑克馬上爬下去 巨人也跟著爬下去 傑克到了陸地 馬上拿一個斧頭 砍啊砍啊砍 砍啊砍啊砍 樹倒囉 巨人摔死 從此以後 傑克與媽媽過了幸福快樂的日子 乾 嗯 我發現這是小偷的故事 怎麼辦 不知道